我们来进行平衡常数的简介 之前我们介绍的所谓化学平衡 所谓是一个动态平衡 那就是它的那个正反应速率跟逆反应速率 其实是一样的 那如何用一个比较 一个类似一个常数值 平衡常数来表示这个平衡状态 假定这边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A加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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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形成C加D 但它前面都有一个系数 小A小B小C小D 代表的是那个 它的那个莫尔数的一个比值 那它的平衡常数的表示就是 把那个分母是反应物 分母是反应物 但是因为它们的系数的 就是说代表莫数呢 所贡献的不是所谓的一个算数平衡 而是以相乘的方式的一个 就是说会影响比较大了 OK 不是这样加起来 而是说相乘相乘 那分子的地方呢 就是所谓的一个产物 所以就把它的系数 这个中括号代表是浓度 C的浓度 低浓 在平衡时候的浓度 平衡浓度 那再把它的那个系数呢 变成是所谓的几次方 C或D次方 那这样就是表示 是平衡常数 去解 描述刚刚所说的那个 平衡之后的一个化学式 平衡之后化学式的平衡常数表示 把分母摆在 分母呢又反应物 那分子的话就是产物 OK 那这是我们之前在谈那个 所谓的平衡的一个概念 平衡的概念 就这边是那个 这边是 这边是向右的那个反应数率 刚开始很快 然后慢慢区幻 那本来是很慢 反应 产物的形成本来很慢 最后呢 达到它的一个最高点 OK 那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它的那个反应数率 达到一个平衡 平衡 正反应跟逆反应 不过要强调就是 平衡是一个动态平衡 它不是一个静止创约 动态平衡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做那个 平衡常数的一个练习 这是提供的一个立体 氢气 氢气跟佛 反应 OK 形成二氢佛酸 两个氢佛酸 它们都是气体 那它的一个平衡常数表示 就把这个反应物的地方 反应物的地方 用括号表示 代表浓度了 把它写到分母这个地方 那产物呢 就写在分子 产物在分子地方 然后因为这边系数有二 把它变成是平方 平方这个位置 OK 这样就是这个立体的 这个反应的一个平衡常数表示 平衡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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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常数是这个反应 其实就是达到一个 基本上平衡常数是不会 这个反应的平衡常数 就是这个一个定值了 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这边有四个氨分子跟七个氧分子反应 形成四个二氧化氮分子 再加上六个水蒸汽 水蒸汽 那它的平衡是 一样我们把这边 左侧这个地方的一个反应物 摆在分母的地方 然后系数呢 就把它变成是几次方 比方说这边有四个氨 就把它四个 四次方 那亚分子就七个 那就七次方 那产物的地方呢 就摆在分子 摆在分子这个地方 一样要注意到这个系数的一个 写入 写入 这是平衡常数的一个表示 其实应该还蛮直接的 那 这边这个 因为其实平衡常数怎么来的 当然是要去算说 这个反应里面的一个浓度了 那我们以这个图来看 它的反应是这个氮气 氮气 氮气跟氢气反应 就是哈勃法产生氨的一个 最有名的一个实验了 这是一个平衡的一个化学 那这个图这样看 它分三个实验 一二三 然后这边有个起始浓度 就刚开始加进去浓度 其实每个都不一样 每个都不一样 OK 然后达到平衡时候浓度 比方说第一个实验的 那个平衡 第一个实验 刚开始它的那个 氮气跟氢气都是一磨 一磨 然后达到平衡的时候呢 那个氮气的那个磨 就是体积末的浓度 sorry 体积末的浓度 是0.921 然后氢气是0.763 然后氨呢 是0.157 就产生这么多了 产生这些东西 产生0.157M 然后如果借由这个 因为它的一个 就是用所谓的一个平衡式的一个表示 它的平衡常数表示 应该是这样子 K等于 根据它是氮 然后这边呢 氢气 这边是三次方 然后NH3 二次方 OK 那直接带入 直接带入 所以得到它的平衡常数是 6.02乘上10的负 负二次方 当然这个计算其实蛮反复的 OK 那 这边 不同的实验 不同的实验 因为它里面的那个 其实浓度都不一样 sorry 其实的浓度都不一样 OK 比方说这个它 没有 第二个实验 其实它没有所谓的一个 没有反应物 只有产物 OK 所以换句话说 它进行的是一个逆反应 这是它一个平衡时候的浓度 可是它算出了 它的平衡常数 也是6.02乘10的负二次方 OK 所以不同的实验条件 起始浓度 它的平衡的浓度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可是它平衡常数算出来是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看 这个第四点 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OK 每一组合是安乐反应的平衡浓度 因为前面的初始浓度不一样 那这样的一个平衡浓度 叫做平衡位置 equilibrium position 平衡位置 平衡位置的概念 就是指达到平衡时候的 达到平衡时候的一个平衡浓度 每个都会不一样 平衡位置 会不一样 根据你的起始浓度会不一样 那 平衡常数 计算 它们算出来的平衡常数值都是一个固定值 OK 所以 OK 那接下来讨论的是另外一个 就是前面 前面是一个平衡常数的表示 以及平衡常数的一个计算 那接下来看所谓的一个所谓均值平衡跟不均值平衡 均值其实就是指的homogeneous 重点是所谓铜相 铜相 铜相 比方说铜 都是固体 都是纯液体 都是水溶液 或是都是气体 那不均值呢 就是不同相 OK 那以这来看的话 这边均值平衡 均值平衡 比方说这边都是气体 都是气体 OK 那我都是水溶液 Aqueous 都是水溶液 A-Q-U-E-O-U-S 水溶液 这个叫铜相 铜相平衡 假定这个 化学反应呢 里面参与的那些分子原子 都是为 都是同样的一个相 这叫做均值平衡 那当然也有所谓不均值平衡状态 比方说这个 比方说就是次氯酸钾 它是一个固体 可能是加热分解 加热分解 形成所谓的那个氯化钾固体 然后形成三 三抹的那个 氧分子 氧分子 它是气体 气体 像这个就不同相 那接下来就是水的一个分解 L代表是Liquid Liquid Liquid 代表的是纯液体 纯 液体 所以他们所表示的这个是 然后水解 形成所谓的氢气跟氧气 那因为不是不同相 所以这个叫不均值平衡 那讨论这个其实最重要 就是相论这个东西了 我们如果在一个不均值平衡 列入不均值平衡 不均值平衡 写出它的一个平衡常数 平衡常数 写出平衡常数 那以上这个 比方说前面这个所列出来的一个式子 书解平衡定式是反应中有固体或一体 等纯物质 固体或一体 固体跟纯一体 那因为它的浓度是固定 浓度没有改变 浓度不会改变 那就简化不列入适中 浓度不会改变 因为固体 它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状态 虽然节省一点点 然后又会增加一点点 所以它的浓度不会改变 那以这来看的话 比方说这边是一个 AB AM ANBM 的一个分解 分解 那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固体 那后面两个是水溶液 水溶液的浓度 其实会受到影响的 那它的那个 平衡常数 就用这样表示 就没有把 就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介入 这个没有介入 同样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次氯酸钾的 一个水解作用 这边是一个固体 这边也是一个固体 只有这个是一个气体 所以最后平衡常数呢 因为这两个 因为是固体 所以它的浓度没有变 就不列入考虑了 所以最后的一个平衡常数 这个反应式的一个平衡常数 常数的一个表示 就是这个养分值 然后三次方 这边有一个系数是三 所以意思是说 在讨论这个不均值 平衡的时候的平衡常数表示 只列入气体跟水溶液 而固体跟存异体呢 就不考虑 那边就不考虑了 也就不考虑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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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